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光潜铜像不是普通的一件人物雕塑铜像 他提醒深深学子要铭记李光潜先生从知识普及为出发点 把国家的需求和民族的需要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的精神理念 李光潜1893年出生于中国福建南安的梅山小镇 家境贫寒 十岁时随父亲南下讨生活 父亲让他进入收费低廉的因应学堂学英文 在这里他结交了很多印度族的朋友 还因此掌握了淡米尔语 十五岁那年 李光潜获得奖学金 到南京济南学堂修读数理化 1911年新海革命爆发 他不得已中断学业 回到新加坡另谋出路 他半工半读 考入政府测量局当一名学员 因缘际会 李光潜结识了大徒家陈加根 这次碰面改变了他的命运 不只协助陈加根打理橡胶业务 还娶了其爱女陈爱理 李光潜秉持诚实信用 严明和谨慎的难易精神 商业版图从橡胶一路延伸 至银行业 1929年经济大萧条 新加坡福建邦的三家银行 和风、华商和华侨 决定在1932年合并 由李光潜担任副董事主席 中国福建南安眉山镇的福隆村 有个光潜学村 足以说明他和学校的深厚情谊 今天的眉山拥有齐全的教育体系 这是因为作为创办人 李光潜先生秉持着 教育的平民化和知识的普及化的 办学理念 而发扬其饮水思源的精神 在新加坡 李光潜先生也抱持新学育人的情怀 他一如既往的倾注巨款 慷慨资助无数中小学和大学 例如华侨中学 新加坡女子学校 光华学校 新加坡国立大学等 因为李光潜的办学理念和无私的贡献 他为华侨这个大家庭造就了不少人才 在世界各地发光发热 1947年10月20日 李光潜大力为华人争取公民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22万的侨民在1957年获得公民权 公民权运动开启了新加坡华人 落地生根与土地共生共荣的新时代 就在这段期间 李光潜设立了理事基金 资助慈善事业 回馈社会 身为华侨大家庭的一份子 我们应时刻谨记 李光潜对华侨无私的贡献 要以先生为榜样 铭记先生淡泊明智的高尚情怀 学习他不分种族 于视同仁的伟大情操 将其伟人的胸镜发扬光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